我看到影像的時候真的非常震撼 一個這麼嬌小的女子被肥踢 用那麼大的 講你所相信的 相信你所講的 真的 我知道 我知道壓力很大 我們每天在電視上面 做這些發言 有的時候也會有人講說 你要小心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也會有很多的威脅恐嚇 說不要怕是假的 但是 那我們四個人 給他們母女一個溫暖的擁抱 那我們也先跟大家說謝謝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想說話 我從來沒有想到 把這場機會搞得那麼煽情 這也不是我想要的 如果不是看到我媽 我媽在現場那樣子 從昨天事情發生的第一時間 我聯絡他 到剛剛來記者會 之前 他都一直 很冷靜 步驟鎮定 然後跟我說沒事啦 不要怕啦 我覺得他們不會對你怎麼樣啦 但是我媽媽 她心裡承受的壓力 比我還要打更多更多 她那麼的擔心我 可是 可是我覺得因為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想要講實話 讓我自己的媽媽擔心了 我希望不要有下一個人跟我一樣 在車桌這樣的暴力對待 講實話本來就沒有錯 我媽媽告訴我的 我媽媽說我沒有錯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被暴力對待的時候 該道歉的是我們 該被譴責的是我們 為什麼 我媽媽